建安18年5月 曹操被封为魏公 建安21年4月 曹操被封为魏王 虽然曹操封宫时 俨然接近一个皇帝角色 但曹操最终还是往上走向了魏王之路 历史上很多人因此认为 曹操篡位之心 证据确凿 建设魏国与定清定清建安18年7月 曹操在自己封国上 建设大魏的设计宗庙 不久后天子聘曹操的三个闺女为贵人 其中两位年龄尚小的暂时呆在魏国等 成年后在前往许昌 根据县帝起居住记载 天子派遣持节主持仪式的事 汉纳斯农安阳廷侯王毅 聘礼为姬碧国玄勋 卷个五万匹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王毅一直不亲于曹操 而是忠于汉县帝 在经过被曹操和忠犹不信任后 虽然被赦免并被安排在天子身边 但他的政治方向 建篇主流魏国行政规划9月 曹操建造金湖台 还开造水区引张水路白沟形成河流 我们都知道通河后 对物资运输和军事调度 都是非常便利的 10月 曹操将魏军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分别行政管辖 并且东西各设置都尉 不知道他们内部文件是否分为 东魏和西魏11月 曹操设置魏国的尚书 市中和六卿 根据魏事春秋记载 曹操任命巡忧为尚书令 梁澳为蒲舍 毛戒 崔衍 长林 徐义 和魁为尚书 王灿 杜习 魏继 和恰而市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